好来我们看一下啊 刚才的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 WSGI服务器啊 它其实就是啥呢 如果你不用啊 你什么都不用的话 得全全部自己写啊 什么4K的连接的自己写 什么这一大堆东西 都得全部自己写没有不 所有的东西啊 全部都自己写 哎你别这样啊 各位同学是不是 咱们这个是吧 不要这样啊 不要拿这个 不要拿这个要求 我这没意思啊 好来看看 这个如果你要是真写的话啊 如果要是真要是 让我们自己自己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如果啊 全部的都有我们 全部啊 都由我们自己来写的话呢 你会发现 我得拼头 是不是好多东西 还得这个 得拼那个 拼那个协计头太麻烦了 是不是 那这个里边呢 可以用到一个叫 WSGI服务器啊 它这里面一个simple server啊 我们我们先把这个拿过来啊 来先把它倒进来啊 这个叫WSGIIF 里边一个叫simple server啊 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东西怎么样用呢 先给大家看看啊 在最下边啊 谁还没声音 啊 闭讳还是没声音的 啥情况 这我为了你都得罪了一帮人了 你还没声音啊 我刚才不白得罪了 我刚才说的都白说了 他也没听到是不是 好来看看啊 这个 这个还没有声音吗 还有没有声音 别的同学没有声音的 还没声音 你现在你这样啊 如果 我跟他说我才听不见 是不是 我想想了 我跟他说我才听不见 好 那我这个不能等了啊 如果你这不行的话 你自己先用手机看直播吧 然后再 在电脑 再忙着 再调吧 先用手机看 然后再把那个 在电脑重启都行啊 好 那我不能等你了啊 再搞震动对大家了啊 好 来看看 这个代码的话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个啊 还记得这段代码吗 这段代码的话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这个代码 我们之前跟大家演示过 就是在这有个if语句 然后位子 那个server啊 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干件什么事呢 大家看看啊 我们运行一下啊 还记得运行啊 不是debug 运行啊 好行 debug也行了 大家还记得 我们这个页面吗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我跟大家以前说过的啊 这个就是simple server 它的一个写法啊 simple server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当我们运行的时候啊 当你在这个运行 这个 当你在运行的时候 它呢 可以很快的帮你这个 帮你创建这个服务器 大家可以看看 那个mig server里边啊 它怎么样呢 返回了一个叫 server一个类型的一个数据 就是这个里边啊 这个原码啊 这个原码 我就不跟大家 不跟大家看了啊 我估计要跟大家看 那个原码的话 大家可能有点够呛啊 可能有点够呛 这个呢 简单来说啊 简单来说 它呢 就是把这个socket的建立 以及这个绑定 以及这个服务的开启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全部啊 给它写起来了 给它写起来了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类啊 直接给它写好了 就是这个 有一个文件吧 直接帮我们做好了 就是python里边 自带的有这么一个玩意儿 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就python里边自带的 有这个玩意儿 帮我们做这个工作了啊 好 那这个东西怎么用的呢 大家看看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别人写的 看到没有 这是别人写的 是吧 来 我们直接把它拿过来啊 我们自己写一个 WSGI的这个服务器啊 看看 来 Ctrl V啊 好 那这个里边呢 它要掉一个东西 叫make server 是不是叫make server呀 那我们这里边呢 要把这个make server 给它导进来啊 这个make server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函数啊 在我们这个里边 叫make server啊 在哪呢 我看看 这个make server 好 不在这啊 这个应该 应该在某一个里边 来open 导进来一下 import its name啊 WSGI Simple Server里边 一个make server 这个方法啊 这个方法呢 大家注意啊 你可以这么想 这在干嘛呢 这一个啊 make server就相当于 我们上午写的这一堆啊 我们上午 是不是自己搞过一个服务器啊 你看啊 上午的时候 我们自己呢 来做过一个服务器 是不是 我们上午 做过一个服务器啊 那这个呢 其实跟它差不太多 就是直接啊 你创建的这个server 它用一个位置来做的 位置来做的 我们先不用位置吧 来一个什么的 我们再写一下吧 来一个这个 我们换个名字吧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 我们写一个叫 来 我这样写 来一个 s s加ver server 叫httpd吧 你要叫httpd 我们也叫httpd 好 看到没有 好 那我现在呢 调这个方法 叫make server啊 然后呢 有这么一个东西 创建了一个服务器 其实呢 啥玩意儿啊 elt加enter嘛 这个导入这个模块 这个方法 每天都有人问 我每天都得讲 哎呀 大家呀 你们这个 在这儿完了 按elt键 加enter键 elt键 加enter键 然后导入 导入完了之后 进来就行了 看到没有 好 这个创建一个服务啊 服务器 这个写法呢 其实就跟我们 上午写的 你就这么想 make server的话呢 就跟我们这个一样 它给你创建了一个对象 看到没有 给了你一个 my server对象 看到没有 它只不过呢 我们这个使用类 创建了一个对象 人家是掉这个 make server方法 这个呢 是帮我们写好的啊 一个服务 它其实里边的服务呢 大家如果要看的话 也能看得懂啊 这个server class 这里边要些什么东西呢 要的是一个 WSGI的一个server 然后呢 这个server啊 在创建的时候啊 它记得那是谁呢 继承自httpserver 它用的类的继承 看到没有 然后就继承自tcpserver啊 在它创建的时候 这个tcpserver在创建的时候呢 需要什么呢 大家看啊 服务器的 怎么样 server class 看到没有 服务器的地址 等等等等啊 还有这个 band and active 什么等等一大堆啊 这个里边呢 最终啊 都是需要的 就是最终啊 都是需要把我们 让我们传什么呢 它这个里边 用继承啊 一层分继承 继承的深度比较大啊 最终呢 也是需要一个 IP地址 一个端个号 还有一个什么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demo app啊 这个demo app啊 这个是我们需要这个 这个demo app啊 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东西 它是啥呢 我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demo app啊 demo这个 app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是一个 是一个函数啊 它用来干嘛的呢 用来处理用户的请求啊 就是当你啊 当你真正的来请求我的时候 它会掉到这个demo app 我们写下啊 它需要一个函数 df这个叫 df叫demo app 它是一个函数 就是当用户请求来了以后啊 当用户请求来了以后啊 它会自动啊 掉到这个demo app 明白不 掉到这个demo app啊 好 那这是一个啊 DMO是吧 不是 怎么不对呢 demo app 没问题吧 当用户请求来的时候 它会自动掉到这个demo app里边来 好 这是一个啊 然后下边呢 这个是在干嘛呢 SA哈 它是拿到这个Socket的名字 然后呢 给你打印 说这个服务器在哪运行啊 在这个SA的第0个 这是它的IP地址 在哪个地址 哪个段口号 哪个地址上运行 看到没有 这个是打印哈 就是拿到Socket的名字 告诉你这是第几个端口 然后呢 哪个端口的 哪个IP地址的哪个段口号运行 然后下边这是干嘛的呢 这个import webbloger 这是干啥的呢 这是那边啊 这个代码的作用啊 代码的这个作用是打开什么呢 是打开啊 电脑的什么呢 电脑的浏览器啊 浏览器 并在浏览器里怎么样呢 浏览器里输入这个地址啊 输入这个地址 看到没有 这是它的作用啊 就是打开浏览器 并且呢 在浏览器里边输入这个地址啊 这是打开浏览器的 好 然后呢 这是一个啊 这个我们可以不用 不用这个代码 我们自己手动打开也行啊 手动打开也行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handle request 这个是干嘛的呢 哎 它叫server one request rexit 这是干嘛的呢 这个就是处理一次请求啊 这个呢 只处理 这个呢 是处理一次请求 看到没有 这个啊 只处理一次请求 哎 这个啊 大家注意 它的运行效果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可以跟大家看一看啊 它呢 就是运行一下啊 你运行 走 它呢 帮你打开了这个浏览器 打开完了之后啊 这个服务器 它如果这个数据接收到了之后啊 你看 服务器 把这个数据返回完了以后 它就立马就关了 看到没有 它服务器只请求一次 只请求一次 服务器只处理一次请求啊 就停了 没有 这是它的一个代码啊 那它除了这个请求一次之外呢 还有一个方法啊 叫什么呢 叫 httb.serve forever 这什么意思呢 serve forever就是永远 永远啊 就是一直啊 这个服务器 服务器在这个什么呀 在后台 后台啊 这个一直运行啊 一直运行 它这个serve forever啊 就是一个啥呢 其实就是一个死运环啊 这个地方 有一个well看到没有 一个死运环 就是一个死运环 它不过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变量啊 它可以关掉啊 这个一个 差不多就是一个死运环 然后一直一直一直运行 没有啊 跟我们写的差不太多 其实跟我们写的差不太多 只不过呢 在这啊 我们不需要再考虑什么的呢 不需要再考虑这个socket的创建 然后以及绑定这个地址 然后等等等等 所有的操作都不需要我们做了啊 它呢 有一个叫make server 你直接掉就行了 make server这个直接掉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一个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什么呢 现在呢 我如果把我们这个服务器运行起来啊 哎 我来转一下啊 我如果把我们那个服务运行起来 我那个端口绑在这个 8000上了是不是 我们自己来访问一下 我自己的8000啊 我现在来访问一下 重新访问啊 走 大家看看 这个地方报错了 看到没有 哎 报错了 现在报错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报错呢 很简很简单啊 这个大家需要聊 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呢 就是啊 这大段 这大段啊 刚才应该都没问题了啊 这个呢 就是创建一个服务器 socket的连接 然后呢 IP地址 单个号 这个呢 是处理请求的这个函数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 然后直接把它运行起来 啊 这是HTB server forever 永远运行啊 一直运行起来 那这个里边 哪个地方有问题呢 在于这个啊 DemoAPP啊 它有要求的 我们来看看 别人是咋做的啊 这个DemoAPP呢 它叫 它找了一个DemoAPP DemoAPP 大家看看啊 是一个函数 看到没有 这里边需要两个参数啊 需要两个参数 哪两个参数呢 一个叫 environ 你可以随便写 你写到哪呢 写一个x写一个y 这就可以了啊 也可以这样写 但是呢 我们不这么干啊 我们写个什么呢 写个environ environment viron environ 再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叫Sda的 RESPOMSE response 好 大家注意啊 这个DemoAPP啊 需要什么样呢 需要两个啊 两个参数 哎 D0个参数是什么呢 D0个参数啊 D0个参数 表示谁呢 表示这个数 表示这个环境啊 环境 什么环境呢 其实就说白了 就是你这个 这个叫电脑的一些环境啊 电脑的这个环境 还有什么呢 还有环境 其实这是一副一部分啊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啥呢 就是请求 请求路径相关的环境啊 就是我请求的时候 这个里边 大家注意啊 我们上午讲的时候啊 我们说根据不同的请求 返回不同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手动的 拿到这个PASS啊 我们怎么拿的呢 要取出数据 取完数据之后呢 要给它进行一个切割 切割完再切割 然后最后呢 再拿到这个PASS 是不是 那大家注意啊 这个地方啊 就不需要你再切割了啊 这个environ的这个里边 就有了没完不 请这个请求路径相关的环境啊 这个里边呢 拿到我们这个请求路径了 好再来一个啊 第二个算数啊 第一个算数吧 这个需要两个算数吧 就这么行吧 第一个算数是什么呢 算数 这么一个头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好那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啊 还有一个第三个 这个函数应该有返回结果啊 这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应该 函数需要一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是什么呢 返回值是一个列表啊 列表里呢 列表里只需要什么呢 只只有啊 只有一个元素 然后呢 是什么呢 是一个二进制啊 二进制 它表示什么呢 二进制 表示这个返回给浏览器的内容啊 浏览器的 返回给这个 好我这么说吧 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边 只有一个元素啊 是一个二进制原列表 表示反复给浏览器的 浏览器的这个内容数据吧 好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看这里边啊 我如果在这里边 直接return一个什么呢 return了 它需要一个结果 需要一个列表 列表里边是一个二进制 hello.encodincodeutf8 我现在给它进行一个编码啊 我们现在呢 再来运行一下 我们这个服务器 让它跑起来啊 run起来 好 服务器已经起起来了啊 我们现在再来一下 走 大家看啊 这个地方的话 现在还是报错啊 为什么报错了呢 因为你在这啊 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浏览器啊 浏览器会看到这个的内容啊 这个访问到的内容吧 就是获取到的 这么说吧 显示的内容吧 显示的内容 在这之前啊 你必须要干什么事呢 在此之前啊 必须要调一下这个start response这个方法 R-E-S-P-O-S-E response 这个方法啊 不是我们传的 这两个都不是我们传的 在它自己里边啊 在你这个什么呢 在你这个serve forever里边啊 它会自动掉这个方法 没有啊不 自动把这个方法传进来 那我们在这里边 要手动的掉一下 要给个谁呢 这个地方啊 写这个响应的头 没有啊不 响应的头怎么写的呢 来我们看看 人家的怎么写的啊 响应头的话呢 要这么写 先反复一个什么呢 200OK 这是个状态码 然后后边是这个头的内容 200OK 然后呢 后边啊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 列表 列表里边呢 是一个一个的建制队 列表里边是一个一个的这个 不是建制队啊 一个一个的圆组 每个圆组里边呢 又有两个数据 前面是key 后面是value 好 看着好啊 这个地方怎么写呢 content的type 类型什么 text的html 然后呢 再写什么呢 xside等于 等于这个 等于utf8 好 大家看 这是它的一个结构啊 好 我们现在呢 写完之后运行一下 走 来 stop and rerun 来刷新一下 走你 大家看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hello了 他这个写法的话呢 跟我们 我们把这个啊 把这个 好 我把这个啊 给它复制一份啊 然后把这个该该写的东西 该删的东西删掉啊 来 07啊 这个叫自定义wsgi服务器 自定义啊 wsgi wsgi 这个服务器啊 好 我把这个呢 都给它删掉啊 删掉完了之后 我们看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啊 好 我把这个呢 简单的也给它写掉 不不不这么麻烦了 在哪运行呢 在这个 好 还是给它写了吧 这样好 这样留着啊 大家看啊 现在啊 这个最简单的一个wsgi的服务器接口 接口服务器 我们就写好了 看到没有 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你看之前我们上午写的是怎么写的啊 我们上午写的是要写一个面向对象的封装 搞写这么多东西啊 里边的所有的circuit都需要我们手动搭建 然后呢 这里边的所有的每一个客户的请求 我们都需要这个手动的接收 然后呢 拿到了之后的取出数据 取出数据一个个切 切完之后呢 再来一个什么response header 还要自己拼这个头 看到没有 现在的话呢 它不需要再来拼了啊 直接用这个东西就行了 看到没有 它只不过呢 这个参数呢 有一点小复杂 你这个创建的时候 需要那个server 指定一下IP地址和这个端口号 以及这个demoAPP 就是你要找一个函数 让这个函数呢 来处理我们的什么东西呢 让这个函数啊 来帮我们处理这个数据 明白不 来帮我们处理这个请求 就是请求看到的内容 就是由我们的函数来做的 就这么一个东西啊 然后呢 里边呢 这个start response啊 它也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在我们这个处理的时候啊 它会自动给这个传参 那你这里边呢 只需要给对参数就行了 这个是状态码 然后呢 里边是这个头 响应头看到没有 响应的头的头的内容啊 我们这个上午也写过的 类似的这种东西啊 就是这是 上午写的话呢 是写完之后 用冒号给它放开 看到没有 content type 后边对应的值 是用冒号连接的 那我们这个里边呢 在我们讲完这个 WSGI的时候 这么写的 content type 然后呢 它是一个 放在一个圆祖里边 看到没有 放在一个圆祖里边啊 这整个呢 是一个列表 然后呢 这个放在一个圆祖里边 如果你还有别的头啊 比方说你再来一个什么呢 再来一个这个 UJD的是不是 再来一个什么呢 再 我们看看啊 还来一个什么头呢 3W点 百度点看嘛 如果再来一个别的响应头啊 Network啊 看一下这个 然后呢 这个响应的头啊 Response的Headers Headers 我们这个再加一个头吧 比方说加一个什么的 这个里边的头可以自己写的 好多是可以自己写的 content type这个写了 我们看看再来一个 嗯 我们给它来一个这个server吧 好 我们写个server 也写加一个头吧 随便加一个头 S1加V1哈 server 这个叫直接写啊 S1加V1加 server 然后写个什么呢 这个wsgi哈 就这么写 我把它给运行起来啊 来走你啊 run起来 run完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地方啊 运行一下 走 返回啊 好 也能够看到hello 我们看看这个网络里边啊 它呢 就能够拿到这个头了啊 大家可以看看啊 这个地方呢 有这个response headers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的200OK 是不是就拿到了呀 然后你看这个server wsgi server 这我自己写的是不是 啊 它自己已经添了啊 已经添了这个wsgi server了 会有啊 cpensin 3.7 啊 它自动啊 大家注意这个自动啊 加的就有 对的server content type都有了啊 我给它换一个吧 我返回了个别的啊 返回一个这个 随便写啊 这个头可以随便写的 也叉叉叉 来一个SSS啊 随便写 随便写一个啊 我再给它加一个新的头啊 我看它能不能看得到啊 刷新一下啊 大家看看走 哎 我好像这个返回的套 好像没有没有看到啊 啊 没有看到 哎 这个地方应该能看得到 我给它这个 下写的一对 这个content type 它已经看到了 text的html 然后这个 charset的utf8 这个已经已经看到了啊 那为什么我给它来的这个 这个东西还没有看到啊 这个应该是它不认识啊 我看看这个来一个来一个看看能够认识的 就是在这个不是说不认识啊 在我们这个python里边就是 嗯 应该这么说就是浏览器能够认识的一些东西啊 来一个connection keep alive 我把这个拿过来了 connection keep alive 把这个拿过来 connection keep alive 来我再给它启动一下啊 哎 哎 我头呢 requestuil 哎 它怎么没这个 这个general 我看到这个preview content type charset的utf8 它这个倒是倒是倒是看到了 但是我这个头呢 哎 奇怪了啊 我把这个去掉啊 按道理这应该有的呀 response headers content type 哎 这不是我设置的呀 它自己就有啊 response headers 这个好像我没写它也有是不是 哎 这个不对吧 我这个给的头还没有用上 它自己好像自动就有一个头 这个头自己加了就有是不是 重新那个页面是不是 我那个再来个来个你好 把这个给停下来走一下啊 哎 我看看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 哎 哎 这么这么 这玩意反应 反应的不是我的吧 我都给改了 它怎么还是hello啊 我肯定刚才运行的 运行的不是我写的那个代码啊 看到没有 我重新运行了呀 每次我不都停了 重新运行吗 重新运行了是不是 他怎么 走 哎 怎么 还hello啊 这不对吧 这能访问哪去了 这个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小尴尬啊 你看 我现在写了一个叫你好了 他还访问的是hello是不是 这不对啊 这个界面 估计有缓存啊 有缓存怎么办呢 来更多工具啊 清除一下 浏览记录啊 历史记录 它应该是缓存掉了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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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 咋回事 啥情况啊 它一直 一直拿到hello呢 现在 好算了 很很诡异啊 我换个端口吧 8080行不行 换个端口 我就不相信你还有这个问题 是不是 8080啊 再运行一下啊 127.0.0.1 冒号这个8080来走你啊 走 哎 这怎么报错了 哎 大家看啊 这个头 我怎么了 写的什么东西 这个 no这个 hop by hop 什么hello 的 上面啊 不让 不让我写吗 那我再来一张 我把这个头先给它去掉啊 哎 你好拿到了 是不是 我得加个头 不让我加吗 我看看啊 刚才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网络缓存的一些东西啊 拿不到这个数据啊 来看看 现在我看看这个 general 然后这个response request header 直接request 哎 我response headers呢 response 这response反复的内容 他没有 没有这个headers呢 response headers没有 好 那这个我们就先不写了吧 先这样写到这吧 这个地方 我刚才加了一个 我加了content type text的UTF8 它这个地方也没显示呢 刚才怎么显示这么全 现在咋啥都没有了呀 8080啊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好像没有 也没有显示了啊 我东西哪去了呢 它也不过显示这个response headers了 你看看 在这来了 response headers content type 这个有了 是不是 这些数据有了 我给它加一个呢 它难道 不让我加吗 这个叫 Connection这个来个什么呀 Keep live 或者我换一个别的吧 我换一个这个叫 嗯 response headers 我们看这找一个吧 我就写个 XXX等于 XXSS等于这个 DDD 我给它加了一个响应头啊 然后呢 我把这个 待会再换一会 8090 我看看我的响应头能不能看得到啊 8090走 走 好来看看啊 哎 大家看有没有啊 有啊 刚才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为啥 我不知道为啥 刚才我那个死活访问 它连 它连不到 连不到我改好的那个数据啊 现在我每一次啊 可能是因为缓存的原因啊 这个以后大家改的时候 你要如果怕它访问到上一次数据了 怎么办呢 你就直接给它加一个改一下 改一下代码改个端口好吧 这样好保险一些 免得它老访问到 老访问到上一次的缓存啊 我现在把它改成8090了 你看我家的头是不是在里边啊 你看这个SSDDD 是不是就来了呀 看到没有 这个头啊可以自己写啊 可以自己写一些其他的头 好 这个是可以放里边放头的啊 放那个响应头的 好 那有同意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个ENVRON是没有作用啊 是不是 那我们看它是否是没有作用的呢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ENVRON啊 看看它是个啥啊 来我们运行一下啊 起来运行起来啊 来 换下单口啊 80这个8080啊 放回来 好 那我们现在啊 这个在8080是不是 8080上运行啊 来走你 我们现在看看有没有接收到数据啊 还没发过来 好 再来刷新一下 再走一遍 大家看啊 现在这个数据是不是发过来了呀 你发现这接收到的数据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我们来看看啊 来Ctrl C啊 它是一个什么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ENVRON啊 它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它啊 是一个字典啊 ENVRON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字典 好 这个字典里边存的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拿过来啊 好 来 这个东西呢 有一点点多啊 我把这个 嗯 我把它写到这来啊 它是啥呢 这个字典的内容啊 我们 我们现在呢 如果这样 这样看的话 有点太痛苦了啊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字典内容呢 刚才我们也看到 其实我们看到过 在哪看到的呢 在这个地方啊 嗯 在这个MegaServer这啊 你如果运行的话 你看人家这个里边 就干了件啥事呢 在这里边 DemoAPP里边啊 就是把这个ENVRON 怎么样呢 把它给便利了一遍啊 大家看啊 这个地方 ENVRON 它直接把它便利了 然后把它整个取出来了 看到没有 就在这啊 就在这 我们来看看运行者走 你看在这 这就是这个 字典里边的内容 看到没有 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啊 密密麻麻的一大堆 这个里边呢 会列出什么东西呢 列出啊 你当前就是 有人不是来上网了吗 是不是 上我这个网站了 用浏览器上我这个网站了 那我就会列出来 我这个网站里边 你上来的时候 带着一堆的环境 到底是什么啊 比方说什么呢 比方说我能够知道 你这个 你这个用户的这个 用户的加目录 叫Uda Chris 看到没有 我还能知道什么呢 知道你请求的这个路径 叫LogoHouse的8000 还有什么呢 我还能看到 你给我的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看啊 在你要的 你要的这个 你访问的请求路径是什么呢 是XYZ 看到没有 在这里边 有一个叫PathInfo 大家注意 PathInfo 保存了这个XYZ 这个啊 比我们之前啊 写的要高级一些 你看我们以前怎么写的呀 我们以前如果拿到这个用户的请求路径 我们怎么干的呀 之前啊 拿用户的请求路径 我们是不是这个地方要来 切一遍 完了再切一遍 是不是 拿得到 那现在呢 这个你想拿这个请求路径怎么拿呀 这个里边 Environment里边有一个叫PathInfo 这个Key 大家看啊 这个Environment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每个Key叫Path 下关线Info 它就能够拿到你这个请求的路径 看到没有 能明白我在 能明白我在讲什么吧 它呢 就能够拿到这个请求的这个路径啊 OK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请求相关的这个路径 好 那这个路径有了之后呢 我们看看那个参数啊 参数有一个叫什么呀 问号ABC 这个ABC我们拿到了没有呢 还有username是不是叫Chris是不是啊 他有没有拿到ABC呢 问号这个ABC 好 拿到XYZ了 拿到这一段了 这个ABC我看看 来个 我搜一下啊 来个这个ABC 有一个QueryStream看到没有 QueryStream啊 就拿到后边的参数了 看到没有 叫ABC 没有吧 这个QueryStream啊 后边就是你这个查询的这个数字 ABC就拿到了 它很厉害的 就是直接可以怎么办呢 直接啊 可以拿到这个PathInfo请求的路径 所以不需要我们再切了啊 这个来个什么呀 这个叫Path 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 好 它是一个字典啊 这个地方保存了很多东西啊 字典 这个是一个字典 保存了很多数据啊 字典 这个保存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数据啊 其中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 哎 其中这个重要的一个是谁呢 是这个叫PathInfo啊 PathInfo 它就是能干这个事的啊 能够怎么样呢 能够 能够获取到 获取到这个用户的访问路径啊 访问路径 好 这是一个啊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再运行起来 我们把它打印一下啊 把打印一下这个叫Print啊 这个叫Path 这个地方呢 它能够拿到什么呀 我访问了谁 Path是不是等于index 看到没有 Path等于index 如果我现在换一个啊 换什么呢 换这个叫什么 来个这个test来走你 大家看啊 这个地方呢 它能够拿到我这个 我把它先清空掉啊 有些时候这个请求发不过来啊 点在刷新一边才能发得过来啊 大家看现在是不是拿到了 这个请求 请求的叫test 看到没有 哎 现在呢 我们拿到的就是test 如果呢 现在我再 我把它再清空掉啊 再换一个这个叫demo 你看走 走 再来一遍 得发两遍啊 好 这个时候你看这个demo就过来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个demo就过来了啊 你看这个地方就可以啊 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功能了 就是这个时候啊 你就不需要再像我们以前一样 手动的来切这个地址了啊 手动来切这个地址了 你直接怎么办呢 直接拿这个pass info啊 就能够拿到这个数据了 就能够拿到这个数据了啊 那你拿到它了之后 就可以跟进它来进行判断了 没有啊不 就可以进行判断了啊 这个代码的话呢 其实不算太难啊 整个结构不算太难 就是里边的东西 有一点点这个 有一点点小复杂 那个server 直接帮你创建这个socket的连接 哎 然后呢 你这个里边呢 htb.server forever啊 就是来个使用环 让它不断地运行啊 然后呢 这里边呢pass等于一个 这个呢 每一次掉的时候 它都会把这个pass传进来 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叫pass info这个key 我们需要拿到 拿到的就是用户的访问的路径 那根据这个用户的访问路径呢 待会儿啊 我们就能够给它返回不同的内容了啊 我们先把这个呢 跟大家停一下啊 好 把这个这个拿过来啊 把这个的注释呢 给它放到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wsgf服务器 放这来啊 这个environment 它是干嘛的 好 把这个呢 跟大家停一下啊